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冯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今天我想讲讲在1月12日 林郑特首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 提到金本法104条的宣誓问题 我想讲两点 第一就是究竟宣誓的内容是什么 第二宣誓的对象所谓公职人员应该包括什么 先讲内容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宣誓内容 只是要求他们效忠特区和拥护基本法 其实未必是足够的 自从2019年的黑暴事件延档至今 我觉得对国家的安全确实构成很大的威胁 公职人员的忠诚 公职人员不应该违反誓言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看一下那些已经闹词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之前利用立法会议员的身份 所谓一个英文说一个congressman 虽然我们不是叫congress 这样的身份去外国 如何早点去危害国家的安全 成为了一个鲁维宁所说的国家安全的危悦 所以我觉得对于宣誓的内容 我会建议要有三样东西要拥护 第一就是国家宪法 第二是基本法 第三是国安法 还有誓词除了拥护之外 效忠特区也要说明 就是不会主动蓄意或者任何情况之下去破坏 去危害国家安全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们不是自己自有永有的存在 我们在国家下面一个特别行政区 对国家的忠诚是基本的政治伦理 不应该影响国家安全 你这么不喜欢这个国家 你就不要留在香港这个地区 香港从来都是属于中国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叫公职 我觉得公职人员是要包括法官、议员 和各级由政府资助的机构人员 譬如市区重建局、医管局 以至到各级的教师 他们这些官校的教师 他们其实都是用公帑 有些人更加要包括 譬如说那间大学 他们每年耗用以百亿计的公帑 怎么可能不当是一个公共机构呢 其实在防贵条内 他们是属于一些法定机构、公共机构 他们是不可以随便去 他们不是用私人机构的身份去从事 他们不可以去受贵或者行贵 如果他们有 是以一个公共机构、法定机构的角度 的情况之下去处理的 它不是一个私人机构 即是各间大学 所以 为什么既然他们在某些条例 即是防贵条例 他们是属于公共机构 属于一个法定的机构 但是在宣誓的时候 他们又不当是公职人员 或者他们不需要宣誓呢 大家记不记得在2015年 即是六年前 香港大学 因为委聘一个副校长的事件 出现了学生会的会长 那不是姓冯的 冯敬恩 带头去冲击 甚至他洩露这个 校会会里面的机密和录音 当时有法律界的人员是研究过 可否用一个公职人员行为不检 去理解这件事 去追究它呢 最后就不了了之 我觉得 假如 现在我们要处理宣誓问题 我们应该将公职人员的下范围 广点 只要你用到政府的公帑 区议员不用说了 特首都说了 选举委员 即行政总的选举委员不用说了 特首都说了 其他的教师 事件局 医管局 用公帑的职员 委员 考评局 以至到国军大学的校委 都要宣誓 而且要拥护个心的法 就是国家宪法 基本法 和国安法 和要在宣誓内容加入 是不会主动被动 任何情况下 危害国家安全 我觉得 一定要这样做 香港的一些 政务主任 AO这些朋友 他们一定是 畏首畏美 又说这样 害怕太过明显 这样那样 我觉得 现在 到于一个 对香港来说 一个危急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 让国家安全 这个问题 一直蔓延 去影响国家的安全 我们应该 正确地做些事情 都是那个说话 都是那个政治论理 香港是属于中国 从来都是 我们的李靖屋古墓 东汉时候已经是 所以 香港既然是中国一部分 你不喜欢这个国家 不喜欢这个政权 你可以离开 你要在出任公职 居于庙堂之上 耗用到公帑 享用到政府 透过法律 给你有权力 这个法定机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都应该要宣誓 包括有权 去颁发一些 证书 认证的机构 例如大律师公会 律师会 他们的权力 其实是来自政府 赋予给他们 他们才可以认证 这些人 某些其他的学子 学生 可不可以成为 某个专业资格 他们这些人 做得这些的执委 会长 委员 主席 都应该宣誓 不宣誓 就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专业 但你不要去影响 主导控制一个专业机构 甚至用这个专业机构 来去危害国家安全 去抹黑攻击我们中央政府 这个就是我的提法 当然我的提法可能比较 比较进取一些 我相信香港的政务会主任 为首为命是不敢做的